花莲市长辈原住民传统射箭级锤球比赛 24号上午在佐仓运动公园举行 市长卫家燕勤勉选手表现优异 也期待年轻的一代族人可以加入文化传承行列 让原住民的传统记忆得以延续 每年的花莲市长辈原住民传统射箭级锤球比赛 都吸引了花东两线的队伍参赛 今年共继有300多名的好手同场竞技 市长卫家燕在竹蜜欧美华的陪同 亲自出席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并和多位的贵宾为比赛进行开攻及开球 为竞赛揭开序幕 我们也亲自下场去体验一下 其实射箭跟锤球这活动 其实还蛮累的 那也鼓励我们所有的部落的长者们 未来我们都有机会都出来多多报名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规模的活动 是不是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那我们回去会思考一下 许多乡亲也期盼未来能够有更多元化的运动赛事在这里举办 市长卫家燕表示 施工所会持续向上级单位来争取经费 增添运动设施的规划与兴建 让左仓运动公园更加深气蓬勃 今年度也跟中央争取了我们一些专案的一些计划 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核准的话 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在这边可以好好的来运动 慢慢的让这座公园可以成为全花园市或者是新城吉安 一起来到这边运动的一个很好的场地 这一次的赛事传统射箭总计有102队 锤球赛事有10队报名参加 在部落齐老长辈的带领下 有许多年轻族人以及各级学校也都报名参赛 展现文化传承的成果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